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一致估计量 一致估计量,我们首先,我们要先定义 什么叫做一致估计量 这个地方是说,当这个样本 n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估计值跟母体的参数的差异 我们会越来越降低,越来越小 随着n越来越大 它会越来越接近母体的参数 那么我们把它写成的数学算是什么写呢 这个地方,epsilon epsilon的话呢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习惯的 就是它是一个正的 而且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估计是 θ hat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n 代表的是我们有样本数 随着样本数越来越大 它跟它的母体参数的距离 超过epsilon的几率 越来越小 甚至会极限值是到零 也就是说 limit variance 这个 它的这个变异数 会等于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致性的 基本的定义 样本平均数的话呢 一致性的估计 我们来说明一下 x bar的话呢 是不是mu的一致性的估计量呢 我们看一看 x bar是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n分之 把xn个xi把它加起来 那现在我们要检验一致性 就是要看它的variance 它的variance 有没有随着n越来越大 它会往零靠近 那么现在来看这边 这个我就直接把x bar的定义 带进去 n提到前面去 就会变成n平方 现在我们再来看 每一个 每一个xi 它的这个变异数 通通都是sigma平方 有几个 有n个 所以是nsigma平方 所以我们经过了一个 删减之后 变成了n分之sigma平方 随着n越来越大 它会趋近于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地方 可以证明出 x bar是m的一致估计量 现在我来解释 样本变异数 是否具有一致性 怎么看 现在我们来证明说 s平方 它是sigma平方的 一致估计量 在前面 我们曾经证明过 s平方 是sigma平方的 不偏估计量 不偏估计量 那么现在 我们来证明它是 也有 具有一致性 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就 第一个目标 要着手的目标 就是要把这个 取什么呢 s平方 要取一个variance 就是把它的变异数 取出来 在取出来之前的话 当然要扯到了一个 叫做卡方分配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在卡方分配 是对于我们这样的解释 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是不是卡方分配的定义 n-1 是指的是它的自由度 那么 我们也已知道了 就是说什么呢 卡方分配 我们曾经证明过 它的期望值 就是它的自由度 它的变异数 就是它的两倍自由度 我们列出来 期望值 就是它的自由度 变异数 就是它的两倍自由度 那么我们 为什么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 现在我们把它的 变异数列出来 s平方的变异数列出来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上面这个算式 我们这边做一个解释 现在每一个 每一笔资料 除以一个 减掉x bar的平方 它是由1到n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乘过去 这是不是n-1s平方 那我们看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sigma平方在下面 上面是不是 就可以把它改写成 n-1s的平方 右边这个 我们照做 两边一起取变异数 好 现在再来看 左边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可不可以拉到外面去呢 可以的 但是变异数要拉出去 要来一个平方 那右边呢 右边就是这个 来我们把它列出来 这个拉出去以后 sigma平方 变成了四四方了 n-1变成了n-1的平方 剩下来 variance s平方 这个又是右边的 好 我们看这个是重点 因为我们要check 这个是否具有一致性 就是让当n趋近 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不会越来越靠近0 那么我们就把它 把它集中起来 variance s平方 来我们把它写成了一个算式 现在看到这边 这边的话是n-1 这边是n-1的平方 我们把它消掉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variance s的平方 它的变异数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地方 往无限大靠近 减1还是无限大 最后会往0靠近 所以我也肯定的说 s平方 确实就是sigma平方的 一致估计量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介绍的是一致性 一致性倾向于是 n趋近于无限大10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偏性 我们倾向于是 小样本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有所偏差 这是往大样本的方向去走 那这个地方是走的是 两个不偏的 估计量的一个比较 那么我们最后 我们将会介绍 比较难以了解的充分性